我们曾经有做过这张图 连续性分析里面 请问一下这张图 你要怎么分析 我们是不是会想要分析说 这个七月份 七月份 它是不是很低 对不对 它跟前面这个月 跟后面这个月 是不是很来比较的话 七月它是很低的 好了 那我现在想要请问一下 您觉得这个七月 这个七月很低 那我们应该怎么分析这件事 就是如果你要分析这件事的话 如果你要分析 一二三四七月 这五个月那么低 你要怎么分析 或者是你要说这个故事 你要怎么说 有听懂我的题目吗 很多人他们都会分析 这个销售额高 这个销售额高 对不对 这几个月 然后他们就会 就会很容易的去思考说 那我们就来看看说这几个月 它的一个成长 这几个月又以卖什么产品为主 这几个月 然后获利的表现是怎么样 这几个月退货如何之类的 他会这样分析 可是当今天这个少的时候 他不会分析了 请问一下 如果我想要分析七月 七月为什么这么低 你要怎么分析 至少说出几件事吧 你想要分析什么 跟什么时间有关系 你说的意思大概是这样子的 因为放暑假所以 卖什么东西这是老板关心的 可以吗 卖什么东西卖的比较不好 对不对 还有可以分析什么 客户 对不对 客户 请问一下 到底销售我们公司 针对这家公司 他是超市 那营业额 营业额会不会跟什么 购买的次数 就是客户来购买的次数 是有关系的 好 所以我现在是要告诉你说 其实C-O-U-N-T次数很简单 但是很多人都不会用 真的 真的 我现在要教的就是C-O-U-N-T 可是我又必须要先从 大家最熟悉的S-U-N 开始跟你们介绍 好 我们看看第一节课 我想应该会上到一半 你才能把这四个函数交完 我们第一个要教的S-U-N 第二个S-U-N-X 为什么多了一个X 好 那我们现在先来观看一下 所以我最后就是要讲解 如何分析这个次数 次数 因为真的 在这个地方 次数 到底为什么我要分析次数的理由 我必须要告诉你 还有就是那次数怎么计算 好 首先我们先不谈次数 我们就先谈这个总价好了 请问一下 我们如果我现在我想要去算折扣 就是真实的销售额 我是不是要扣去折扣 这个折扣不是都是零哦 这个折扣 例如说我们用递减来排序好了 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产品 这个产品销售额 它是 它是折扣是零点八 有看到这件事 因为这样子的话 变成44 它实际上它的打折下来 可能就只剩下八块钱 八点多块 可以了解 请问一下 我要如何算出来真实销售额 怎么算 我是不是要先把销售额乘语 刮乎一减折扣 对不对 我算出来之后 然后再用新增量值去算 一个总统统 对吧 好 我们先教你 这个是以色谣本来就会的 而且这是国小的数学 就是真实的销售额 是不是就是销售额乘语刮乎 一减折扣刮乎 可以吗 所以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在这边 我是不是有一万笔的订单记录 所以我是不是就要用一万个 我是不是要算出一万个订单记录的这个值 所以是用新增资料行 这没问题 点选新增资料行 然后这边输入真实销售额 真实销售额 真实销售额怎么算 一撇 用哪一个 销售额 没问题哦 乘什么 刮乎 对要刮乎 一 减 折扣 知道 折扣怎么叫出来 一撇 一撇 然后去找 折扣 所以我每一笔记录后面是不是都会带出这个真实销售额 我想没问题哦 所以我们最后是不是用新增量值 新增量值 算 真实 总销售额 对吧 所以我们叫做 真实 总销售额 真实总销售额怎么算 SUM 对不对 这是各位应该都会的 SUM它是韩式 韩式它对应的里面一定要放一个栏位 那放的是什么 真实销售额 对不对 订单资料表里面的真实销售额 Table键 肉瓜糊 Enter 好 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现在新增一张资料表 这叫真实 真实销售额 首先 首先 我们本来的销售额 我们画群组值条图 对不起 应该是各订单 日期的真实销售额 本来是不是长这样子 然后 我把 资料表签显示出来 好 我想应该没有问题 这是真实的 这是原本的 对吧 可是我们现在是不是算出来 真实销售额 所以呢 一样我把订单日期 订单日期 在这边 然后 我选 真实总销售额 在这边 真实总销售额 它的值是多少呢 资料表签 资料表签 稍微放大一叠 看得出来 这边 这是不是 我用原本的销售额 算出来是5.5个百万 可是如果我今天 我用的是真实总销售 我就扣掉折扣之后 是不是看出来 这边只剩下5.0个百万 可以吗 我们重点是要这一个 这样有没有问题 这是你本来就应该要会的 只是我们稍微换一点点 那个操作的方式 可是说穿了 它就是像以色尔的做法 对吧 对 现在要换你们动手来去做 因为你一定要通过 这一个基本关卡 这是以色尔 因为以色尔就有的 你不能说 老师我今天学的是Power BI 所以我就把以色尔 通通忘光了 不可能 所以以色尔是这样算出来的